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 我是陈博伟 但关心新北市淡水北海岸的重要消息 在上周淡水公所一楼展出了 和平公园公共艺术三件入选作品 并且进行为期一周的评选活动 让民众可以提供意见 而这一周则是换上了另外三件作品做公开展览 而这三件作品将会选出一件 设置在淡水老街广场 公所公开展览也希望民众可以踊跃来提供意见 淡水公所一楼的展览品又更换了 上周才刚公开展示完 和平公园公共艺术的入选作品 这一周紧接着展出了淡水老街广场 公共艺术的入选作品 希望可以收集民众的意见 提供评审做后续的参考 老街广场是我们淡水人潮聚集的一个中心点 那我们希望借由老街广场的公共艺术的一个争选 选出最适合我们老街广场的一个艺术品 能够让这个广场更充满一个亮点 然后带动我们居民还有游客 来到这个老街广场 那能够更亲近这里的一个艺术 这一次展出的作品总共有三件 有充满时尚感的光之蜕变 也有呈现淡水红树林特色的漫波天空随笔仔 还有以火车元素结合海浪印象 做发响的浪起不息 三件作品风格迥异 但各有各的特色 问件收集之后呢 然后海浪这些专家决者 一起来做一个讨论 然后把这个意见融入 作品里面 他希望做一个最好的呈现 区长屋中仁表示 淡水老街广场在去年六月正式启用 而今希望透过公共艺术的打造 能够让这个广场更富有艺术人文的气息 而公开展览将持续到本周五 想要先读为快 也不妨到公所一楼来走走 写下自己的意见 接着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